嗨 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民进党的不分区名单 因为在前几天 大家都在骂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不好 那不好在哪里呢 当然也就是说好像 这个 我们的吴主席排名在第14 都还不对 也在说国民党领法委员里面有几个是又猴又捅的 那大家都吵完之后呢 有很多人讲说 我不要投国民党的票 我要投给其他的政党 不投给民进党就好 可是我发觉到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就是不分区名单一般是代表政党 政党在社会上去找 真正大家期待的 有代表性的人 值得尊敬的人进到立法院去做不分区 所以可以赢得政党票 多数席次 那这个不分区的名单呢 到底什么样程序产生 在过去几乎都是有少数的人在政党里面 他们决定是谁就是谁了 分完就算了 但这次不同 这次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提出来之后呢 大家大声塌法 我们也觉得说国民党的名单应该要更好一点 爱之深则之切 所以我在过去一段时间我觉得说 这个名单是不是可以再调整一下 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好一点 但是当国民党把不分区的名单送到中央委员 会议里面去 由我们的中央委员来投票一个一个决定 结果后来张写耀被刷掉 其他的名单有赞成票有反对票 那赞成票比反对票多有过半 那他就成为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有投赞成票有投反对票 跟正式的选举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民意的检验 所以我认为大家把不分区的票应该投给国民党 同时对照国民党这种民主的程序 民进党是没有民主的程序的 是蔡英文一个人说了算 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英系苏系 大家在新潮流 真的一塌糊涂 所以还刻意的留会一次 那这个名单是怎么产生的 到这时候蔡英文桥好了 蔡英文的官邸把他都找来 我们派系分离几席分他几席 然后就把他桥好了 这当初派系里面 大家在在这个媒体里面 他所讲出来哪个派系 推哪个代表出来 就这些派系大家来瞧 好 那派系瞧了以后呢 这个派系的名单呢 到了最后还是有蔡英文拍板 那蔡英文拍板 出来之后也不必送给他们的什么 什么会了都不用了 经过民主的程序都不用了 蔡英文说是谁就是谁了 那派系大家都分完以后 分完章以后就大家都不要讲话 但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呢 如果对照对国民党的批评 那这个民进党的批评呢 应该是更严厉一百倍才对 为什么 当你民进党跟所有人出来批评国民党的时候 要不要用一个公平的标准 那评断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我第一个要讲的 民进党是用派系分赃 蔡英文出来 最后拍板 国民党是要送到中央委员会 有中央委员一票一票去投 然后投出来的结果 国民党当然是比较民主的 民进党当然是没有民主的 就是分赃的 所以从这个标准来讲 当然就应该投给中国国民党 不应该投给民进党 那我要讲另外的标准 其实你看啊 去批评关系或者什么样的 我觉得很简单 批评什么老面孔 大家回头看一看 我先讲老面孔 游戏宽算不算老面孔 柯建民大家最诟病的立法委员 算不算老面孔 管毕林算不算老面孔 审发会 庄瑞熊 庄瑞熊算不算老面孔 可是大家批评来批评去 国民党老面孔只有一个人 叫做吴敦毅主席 那吴敦毅主席 够不够资格 做过副总统 做过行政院院长 现在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够不够资格 绝对够资格 那民进党光讲这四个老面孔 你不觉得就是派系分赃吗 这老面孔还能代表民进党出来 你还要投给民进党吗 因为我在讲 里面还有什么南投县议长 吴奇祥的妻子罗美龄 那这议长过去 大家还在批评他一些杀死上面的事情 还有民进党议员 梁文杰的妻子林楚英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 某某人某某人的妻子 某某人某某人的女儿 不行 那民进党为什么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不讲这种关系的话 就看他的背景好 他背景叫吴一丁 吴一丁多优秀各位知道吗 吴一丁不但在我们所谓的创业的人才上面 他还是高盛集团的副总裁 他的学问好得不得了 口才好得不得了 形象好得不得了 他拿给你们这些人的所谓的关系人 比较起来 像你们这样的一种裙带的关系 派系的分账 他不是 他是最优秀的 所以他将来可以做好的立法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里面还有许多英系 心系 这里面还有一个在讲说能源议题上 说谎的一个人叫做洪森汉 因为他说不会缺电 那国民党里面再讲一个真名中好了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 蔡英文讲说 七千亿台商回流了 七千亿各位不得了 到处打广告到处都是 后来发觉到是零 蔡英文说谎 被谁揭穿的 曾明中 国民党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 你民进党也像曾明中这样有良心 这样专业的吗 在这个名单里面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管闭平做得到吗 柯建民你做得到吗 你们这件事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还是装傻 蔡英文在说谎 是经济部给他的资料错了吗 还是蔡英文你明明就知道 你捏造出来 你慢慢增加两千多亿 三千多亿 五千多亿 七千亿 你在骗人 数字骗人 没有这个台商回流的投资 因为外资根本没进来 这种谎 蔡英文都敢杀 那这些再被提名的 这四个立法委员 甚至游锡坤 你的良心到哪里去 你要做院院长 立法院院长 游锡坤你过去的理想呢 公投呢 你过去的所主张的民主呢 游锡坤你怎么还可以再去做 不分区的名单 你怎么不跳出来反对蔡英文 他违反了你的理念 民进党为了自己的利益 理念都不要 为了一个院长 为了一个总统选举 理念都不要 这是今天的民进党 各位看到这些所有的名单 开出来了 还有谁 苏正清 苏正清不是有一些弊案的遗云吗 民进党你敢提名 国民党有人像你这样吗 国民党现在不分区的名单 有哪一个像你们这样 没有啊 你们这个名单提出来这么烂 你们还要跟着大家一起去批评国民党 各位民进党提名的名单这么烂 大家只会去批评国民党 我觉得国民党很好 国民党接受大家的批评 国民党走民主的程序 国民党至少知道检讨啊 你说谁又黑又红又同 那你民进党不是 那你民进党不是又绿 又毒 你不是吗 这里面哪一个不是又绿又毒的 那你们适当吗 你们这个名单比国民党烂一百倍 但是大家用一个很高的调德标准 来去看国民党 检视国民党 但大家都不去检视民进党 不去看民进党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起码国民党还有一些反省的机制 更重要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大家都有一种严格的标准来要求 就对蓝军的人要求这么严格 可是民进党的绿军完全都放弃了 他不要求民进党 任何不分区的名单提出来大家满意 他不要求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有所表现 他不要求通通不要求 只要民进党赢 大家来分赃 不分区立委分赃 国营事业单位分赃 所有的位置分赃 甚至官位也在分赃 孙子张陈其脉不是去年选举输了吗 输了以后怎么还可以做院长跟副院长 这不就分赃吗 派系 民进党的派系多少 最近国民党里面 就关一个不分区的名单吵得沸沸扬扬 被骂得满头包 可是国民党接受啊 你们骂我们接受啊 请给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跟各位说明 让我们走民主的程序 用投票中央委员投票的方式 一个一个的不分区立委提名 接受大家的投票来决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的结果 有一些人拿到几十票的反对票 但他的赞成票比较多 所以他就过班 这就是民主程序 但是民进党没有走这个民主程序 民进党闭闭门造居 闭门以后有蔡英文跟派系协调出来 是谁就是谁 就是派系来做决定 蔡英文的音系 尤其蔡英文来做决定 但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在哪里 我们只会检讨自己 我们不会检讨别人 就像蔡英文民进党只会检讨国民党 不会检讨自己 我们刚好相反 当然大家会说 吴敦一他要选院长所以怎么样 我在这里要讲述两点 我觉得不必批评他 第一点 立法院选举完毕之后 纵然国民党过半 但是国民党在立法院院长 还有一个初选的制度 一定会有其他人出来挑战 立法院院院长的位置 所以吴主席 就算国民党过半 不分区立委他当选 他还有经过这个民主的程序 所以出来挑战的人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不一定是吴敦一代表 就算吴敦一代表 也要经过一个民主的过程 所以你们去说吴敦一是这样的计划的 但是这个计划 是不是一定能够如他所义呢 我看不见得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骂他 我觉得不一定对 第二个民进党的游锡坤 列明第七名的不分区 游锡坤是过去的行政院长 已经年纪很大 已经退休又再回来 他列第七名 吴敦一列第十四名 吴敦一是国民党党主席 是现任的副总统 做过最优秀的行政院院长 做过高雄市市长 做过立法委员 做过南投县的县长 做过台北市的市议院 他这样的资历 跟他这样的能力 他这样的一个付出 他还排在第十四名 游锡坤排在第七名 如果从我刚刚讲的 这两个理由来看 吴敦一应该不会被骂的 但大家都来检讨国民党 我们都赞成 我当初也是一个检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队里面 我们的要求一定要最高 但是国民党起码 经过这个民主的程序出来 再跟民进党比较一下 国民党没有任何的派系分赞 民进党是派系分赞决定的 部分去立法委员 国民党有人的形象 资格能力的解释 民进党没有形象 能力这些资格的检定 这些里面用的许多的人 都是人民最反对的人 用这么严苛的标准 来要求国民党 用这么宽松的标准去要求民进党的话 国民党这场选举绝对打不赢 如果国民党的韩国瑜胜选了总统 立法院不能过半 我跟各位报告 国家将永无宁日 因为民进党绝对会在立法院 不会像现在对蔡英文的态度 会是180度的转变 各位知道 蔡英文现在运用民进党的 国会的绝对多数 所以蔡英文的预算怎么编 8800亿 1000多亿 什么买军机几千亿 费核式几千亿 民进党立法院乖乖的通通过了 国安法违反民主 实施戒严 NCC完全不公正 前置新闻的自由 在社会上造成这样的动乱 立法委员民进党急的 全部乖乖的 帮着蔡英文去打 连总咨询都放弃了自己的时间 只有用了一半 这民进党立法委员在总咨询 竟然只用了一半左右的时间 去总咨询 其他时间放弃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完全放弃了 他应该有的监督的责任 那如果说韩国瑜的 国民党级的立法委员 如果不能过半 这过半也有不分区 加上区域的立法院 加在一起 习次要过半 这样子才能够让立法院 变成可以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有理想 真正的贯彻 韩国瑜总统所有的政治 要不然的话就是回复到现在 而且将来如果韩国瑜当选 民进党的那个乱的 制造混乱的那个能力 是绝对最强的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韩国瑜就算当了总统 他立法院推不动 那就完蛋了 我们国家就会停滞 然后生长在 生存在混乱里面 动乱里面 所以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必须要习次过半 韩国瑜当选才有真正的意义 如果大家现在对于不分区的名单 这样的不满意 但是没有拿民进党 不分区的名单做一个比较 民主的过程做一个比较 反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来要求国民党 让我们票不去投国民党 那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就不会过半就会输掉 输掉以后 我讲的那最惨痛的局面就出现了 就是韩国瑜当了总统 但是他所有的政策 在立法院是顺步难行 他能做什么 行政院院长就算三头六臂 也没有任何的用 所以我从这些角度去讲 我就希望呼吁大家冷静下来 做个比较 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 绝对比民进党优秀太多 如果从这个角度 就请大家冷静下来 我们做个比较 我们也是最民主的方式 然后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韩国瑜当选总统 立法院的席次过半 所有的政策才能够推动 所有的法律才能够修正 所有的预算才不会腐烂 所有的一切都会符合民意 这样才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呼吁大家 我们把过去的一些情绪 一些的意气 一切的心理的不舒服放下 不是含泪去投给国民党 而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 把它投下去 然后我们求得胜选 胜选以后 国民党所有的事情 我们当然会用严格的标准 要求国民党我们重新再去改革 我们大家一起再去努力 遵应者民意我们来做 请各位相信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 赢回了执政权 赢回了立法院 我们一定用最谦卑的态度 不是像蔡英文所讲的 他没有实质的谦卑 要有韩国瑜的谦卑 就是韩国瑜他的谦卑 他的对大家的诚恳 他对大家所有一切 真心的方式来做改革 来做改变 我相信这种一种方式 一定可以让大家都能够 过更平安 更幸福更美好的日子 所以在这里我呼吁大家 我们冷静下来 总统 大家投给韩国瑜 不分区的名单 请大家投给中国国民党 再次的拜托大家 谢谢大家